12月8号 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该市发现一例外省市确诊病例密接者 在集中隔离期后 核酸检测呈阳性情况进行紧急通报 据南京市卫健委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夏海明介绍 该阳性密接者陆某 现驻南京市鼓楼区 11月19号至22号 与外省市公布的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 自11月25号开始集中隔离 按照相关规定 陆某于12月5号完成集中隔离 隔离期间陆某11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2月5日转为居家健康后 6日7日按要求进行核酸采样 6日检测结果呈阴性 7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今天早晨经4级专家组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现已闭款转院制 是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 目前病情平稳 下海民介绍 接报后 南京市古楼区 两级迅速启动应急指挥体系 连夜紧急部署 组织力量开展流调溯源 对所有密接人员逐一排查 开展核酸检测 做到第一时间转院隔离 所有转院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对确诊病例活动过的两个居民小区 采取管控措施 并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目前已排查出密切接受者三十名 其中两例在外地 已在第一时间发出协查函 在您的二十八人中已全部落实 集中隔离并采样 目前核酸检测结果已出十八人 包括了同住的诺母母亲 皆为阴性 其余结果带出已排查到 次密切接受者一百零五人 正在落实管控中 对居住在其小区的居民二百零五人 进行管控并采样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以采取络母住家环境样本二百零二份 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对于核酸住家环境和活动场所 开展中部消毒四千平方米 随后 南京市古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冯全 介绍了目前所涉区域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 自疫情发生以来 古楼区目前所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全面激活全区应急指挥体系 快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严密排查密接和次密接等重点人员 做好小区居民的生活服务和应急保障 各落实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消杀工作 由区里统一提供生活物资的配送服务 同时摸清居民底素 对这其中的两名重病患者 一名孕妇 三名独居老人等特殊人群 做好针对性的专属服务 统一配发了包含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物资在内的防疫爱心包 对生活困难的群体由街道社区脱底保障